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生难忘的噩梦 自己的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代表战争 金光 死亡 瘟疫 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惩罚人类宣告世界末日 所以也叫死亡骑士 我去到局里 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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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启明 你不能再这样了 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你现在必须停止工作接受治疗 别逞能了 雨梅 你知道 现在这种情况 我能离开吗 再说了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那是因为我刚给你打过针 启明 不是我不让你工作 是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工作 你知道你有多危险吗 无论如何 这一次你不能离开医院 你要坚持的话 我就把情况告诉你们局长 对 毓梅 余大夫 对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雷处长 我发现 她的病情很不稳定啊 毓梅 这事你可不能大意啊 没关系 他就是最近太累了 休息休息就好了 行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尽管说话 千万别客气 好 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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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名啊 局长 局长来了 别动别动 小刘啊 他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好吧 是不是休息得不好啊 我可要批评您了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神习中啊 他还活着 什么 钱小义这会人追杀他的时候 他掉下了山崖 可是他的命大 被人救了起来 昏迷了好几天 醒过来了 向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追杀他的人当中啊 有一个是他的同事 叫 王瞳 叫王瞳 局长 躺下躺下 躺下 你好好休息 这是命令 处长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朱勇 要小心 你放心吧 处长 你好 你好 我们找王瞳 他现在在哪儿 在那边 那边 谢谢 谢谢 我带你们去吧 你们看啊 这个就是王瞳 这个王瞳啊 他出差了 早就应该回来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啊 到现在也没有他的消息 这个人啊 虽然不合群 不过工作态度 还是很积极的 那他会不会去 城里的朋友和亲戚家 这个不可能 他的情况我了解 在重庆他没有什么亲戚 就他单身一个人 至于朋友嘛 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谢谢你 李师傅 不客气 今天的事要绝对保密 千万不能泄露半个字 今后如果看见他 不要惊慌 马上通知我们 放心吧 情况我都明白了 我会按你们的意图 去做的 李主任 去哪儿啊 回家 最近怎么没见着弟妹啊 他身体不好 在家休息呢 小波 叫阿姨 阿姨好 好 改天呢 上我们家去吃顿饭 好 爸爸爸爸 那个人特向王瞳叔叔 哪儿呢 那儿呢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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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包烟 好 有这个 新牌子 是新牌子 不错 冲不冲啊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还是老牌子吧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有点淡 没事 不是 抽惯了 好吧 刚才真险哪 我差点就被他发现了 你确定是王瞳吗 没错 肯定是他 他去哪了 他去了一趟亚洲饭店 过一会儿啊 他就出来了 就他一个人 我就看见他一个人 一个人出来的 嗯 亚洲饭店 对 主佑 你马上带人去亚洲饭店 进行彻底排查 明白 我觉得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 去亚洲饭店 你要记住两方面的工作 记住 第一 要认真排查亚洲饭店的 所有工作里面 好 第二 对亚洲饭店 进行不空 我相信 敌人一定会再次出现的 明白 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细心 谨慎 你放心吧 咱们 咱们 我相信 我相信 要帮你 不过 我相信 你 我相信 我们 怎么做的 让我再次出现 再次推荐 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玉妹 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我能不能出院 不能 大家快进来 站好了啊 今天这个相片你们仔细地看 看好了啊 如果你们有谁见过这个人 就先举手后发言 小孙 你先传一下 让大家仔细看一看 看 不认识 看好啊 你认识吗 这个人下午我好像见过 他去过地下仓库那边 徐编 你看看 下午你不是在地下仓库那边吗 你看看见过他吗 没有 我没见过 经理啊 这人是谁啊 找他干什么呀 你问那么多干嘛 你有没有见过 见过就说 你再仔细看看 没错 我下午见过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仔细一点 没错 肯定是他 徐编 下午你不是在地下仓库那边值班吗 你不可能没见过他呀 我下午睡着了 我谁也没见过 太不像话了 上班时间居然睡觉了 万一阶级敌人混进来 搞破坏怎么办 徐编 你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回头再做检讨 是 是我不对 领导批评我接受 下次改正 这样吧 一会儿让这位同志 带我们到地下仓库去看看 没问题 几位跟我走就是了 沈西东不是没有死吗 不要把孩子还给他 为什么 他们也该见面了 不过不是完整的 而是一块一块地还给他 作为他为共产党工作的奖励 两位看着点啊 这个地方有些陡 地面呢还挺湿 有点滑 好 来 来来 这边走 这个地儿可真大呀 这里边岔道比较多 注意脚下 来 两位 这边走 你整个下午一直在这儿睡觉吗 对 看一下这边还有点道路 不过挺深的 走这边啊 看来这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啊 是 这里面很凉快 容易犯困 不过这是我的市值 我会向领导做出检讨的 那好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还是我送你们出去吧 这地方修得像迷宫一样 一般人进来不容易出去 走吧 走 走 你们地下仓库和真不小啊 要是藏了人还真难找 那是 那是 还行 两位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过来找我 好 慢走啊 好 许冰 再见到王瞳 通知我们医生 好 没问题 你放心吧 好的 见识他 在四周不空 为什么 你想想 再见到王瞳 通知我们医生 好 没问题 你放心吧 明白了 您好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收拾好 收拾好 收拾请进 这儿呢就是我们孩子休息的地方 呃 我们宝医院的情况呢 大概就是这样了 啊 你们这里还不错嘛 啊 孩子的母亲去世之后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 我也去看过一些保育医院 可是把他送到那里去 又怕孩子受委屈 看了你们这里 我就安心了 这孩子 可是咱们手掌的命根子 把孩子放在我们这儿呢 您就放心吧 我们这儿的保育员呢 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的 小同志 谢谢您啊 不用谢 这样吧 过后我让我的勤务员把孩子给送过来 好的 啊 我们走了 哎好 休者慢走 好 好 拜拜 情况怎么样 我们一直在监视着徐彬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迹象 续斌有什么反应吗 续斌他并不知道我们在跟踪他 对 明天啊 押注饭店要为苏联军事专家 举行一次欢迎酒会 我们已经加强了保护措施 卢明 你马上要通知朱勇 对这个续斌的监视 一刻都不能放松 是 处长 先生 蛇来了 我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 台湾方面不同意吧 对 台湾方面 目前还不批准你的计划 我早就说过 听台湾方面的指令 本身就是多次依据 你医院里那个美丽的女药剂师 还活着吧 他早就应该死了 不 他现在还不能死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解毒剂配方 而他离城宫只有一步之遥 换句话讲 离我要的那个完美结局 指日可待 所以他现在不能死 你不能杀他 这个女人不简单 现在不杀他 早晚你得死在他的手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将和几十个孩子一起生入天堂 天使会唱起赞歌欢迎你 这对于你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共产党喜欢红色 他们把孩子叫做红小鬼 今天那里将变成红色的地狱 死去的不仅仅仅是几十个孩子 死亡的阴影将永远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你拿下来 惹人 黄统 去完成你的使命吧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走 跟丢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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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去 王瞳在哪儿 血狐狸在什么地方 神奇东的孩子 在不在你们手里 请问一下 现在几点了 孩子在哪儿 我现在就在回答问题 只有知道时间 才能知道孩子在哪儿 十一点三十分 十一点三十分 那再过三十分钟 你们就能见到孩子了 孩子在哪儿 孩子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不过等你们见到他 想要认出他来 就得像拼鸡木一样 一块一块地把他拼起来 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 而是一个炸弹 一个噩梦 你们所有人的噩梦 主要 距离刚刚接到群众反应 有人在保育院 见到了王瞳 保育院 对 花雅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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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别生这孩子 定位 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 那边还有一个门 带他们俩过去吗 赶快走 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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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炸弹在哪儿 炸弹 就在你眼前 在哪儿 不过 离炮城就只有三十秒了 今天就看你运气了 炸弹在孩子身上 快找 妈妈 别动 十 九 六 五 三 六 八 九 五 三 八 七 十 六鸣 一鹿 三鹿 八 六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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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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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